很多媽媽問我們說 老師那請問我的小孩在家裡啊 要買東西啊 然後跟他說不要 他就入島啊 然後情緒很大 去上個學就一直狂哭啊 那像這種狀況要怎麼處理 那其實這個問題 我老實說我已經被問了十幾年 對 就從一剛開始上課 就一定有這樣問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也 我在放在腦子裡面思考十幾年 我要說是說 我們提出來的解法就是跳躍 為什麼呢 今天小孩已經在情緒很高張 已經是火山爆發的時刻 我真的必須要老實說 這個時候不是專家很難處理 要有辦法好好的去處理他的情緒 然後安撫他 然後輸順他的思維 哪個地方對哪個地方不對 然後讓他明白自己現在哪裡對哪裡錯 然後錯的地方又要怎麼改真的 這已經是很高難度的東西 一般家長沒有專業背景的家長 我必須要說很抱歉 你們真的很難做到在這種火線上救援的時刻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推出跳躍 因為跳躍我用一個360度的完整的評估 跟確認你小朋友現在的狀況 讓你清楚的知道現在孩子他的關鍵點是什麼原因 他的某一個天分一直沒有被意識到 他某一個需求一直沒有被滿足 或者是他的某些教養方式可能真的是被錯誤對待了 這種方式是不適合他的 所以因此導致你看見了各式各樣那種疾首的 頭痛的難受痛苦的事情 這些東西都是有原因的 在火線上的時候 其實爸爸媽真的很難處理 但是在平常的時刻 小孩沒有發火發狂 沒有很難溝通 還很好相處的時刻 其實這是你們更多親子互動的時刻 可是在這些時刻裡面 其實爸爸媽媽你只要根據跳躍 給你的方針、狀態跟策略去執行 你在平日的時候把孩子需要的養分給他 在平日的時候把孩子需要去調整的狀況 你就再做足夠的調整 請問你怎麼還會再出現那些火上冒火的狀況 那就不會再出現 所以跳仰其實就是我們推出給所有重視教養 然後不管是你希望解決現在的這樣的困擾 或者是希望孩子可以把自己的能力管理得更好 把自己的天賦發揮得更好的爸爸媽媽 我們推給你的一個 我們認為非常完整、非常有效 而且CP值又非常高的一個解決的教育系統方案 這個方案我真心建議你們不要錯過